好,等一下我會開3ds Max 跑一次全部的流程 然後不會再使用這個模型的操作形式 就是三個subobject的邏輯 因為這種東西是你的物件非常複雜 比較適用 在這個狀態下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將來你輸出貼圖的時候 會變成這個樣子 每一個Texture Set會輸出一組PBR貼圖 然後就要開Photoshop重新合併 一個一個合併,很麻煩 那當然這個做法還是有用途 如果你的模型是複雜度很高 就是我是真的很複雜的一個東西 比方說是一個角色 那這個可能是人,身體 然後這是他的服裝 這是他拿的他的裝備 那各自有一張貼圖 比如說人可能2048,服裝2048 裝備只有1024,那OK 分成三個去處理 可是我現在是一個道具 只需要一張圖 你弄成這樣子的結果 當然我們在製作過程很好做 可是後面的圖就會很麻煩 好,所以這個是待會要另外處理的 好,所以你的完整流程呢 好,就是應該是先建好你的 就是,你的Mess檔要先做完 那做完的Mess送去 Ebrush雕塑,雕完回來 就會有一個高模 好,那Import的時候呢 嗯,Single Mesh Editable Party 這樣子進來 好,然後來源呢 Zbrush 因為我在Zbrush裡面有做 Group 它進來會變成 根據Group的拆成物件 好,呃,欸 跑掉 好,Import Single Mesh Editable Party 然後來源Zbrush Import OK OK,這個模型呢 當然就是從 低模雕好的Zbrush模型 所以,我現在可以合併低模 Import Merge 全部 然後 好,OK 好,那 這個低模當然還要做一下修整 好,但修正之前呢 我先把高模隱藏 這個低模要修正之前呢 就先做拆UV 因為我會對這個錘子部分做一次 呃,Mesh Smooth 然後去做 Conform 跟我的錘子做Conform的操作 好,就是上次我們有提到 簡單提到的部分 但是今天跑一下完整流程 所以這個要先拆UV 好,那另外呢 呃,拆UV的時候 我會建議先這樣拆 先不要Attach 因為這個是插在它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的時候要選這個點 切過去 會切到外面這個模型 好,就會比較不好處理 所以我會建議是用這樣子 先全部一起 一起拆 全部一起拆 好,用這個方式 那 呃,會比較 呃,稍微單純一點點 好,那先通通搬到旁邊去看一下 好,呃,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像這樣 全部一起下以後 反正它拆到最後就會再 放在,可以排在一起 那所以呢 這邊我們可以來看 首先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它現在拆的亂七八糟 先講 它幫你把它拆成 因為我用Symmetry 所以它幫我拆成 八片 好,Symmetry中間一條線 然後左右上下 各四片以後變成八片 那這個當然沒辦法用 所以 我需要使用 這個全畫面好了 這樣 好,那這邊我就會需要用這個功能 從這切 欸,選錯個 從這裡 切這裡 好,因為這樣子 呃,才不會被那個卡 OK 那 然後從這邊做PALT Star Relax Commit OK 那這是 這一塊 好 那這一塊以後 好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 好處理也先處理 其實我的邏輯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當然是 單獨拆出來 所以Plan 好 欸,按錯 等一下 你有剛剛跟著這個一起拆出來了 大小不管先丟到旁邊去 好,先丟到遙遠的一邊去 那剩下 就是 這根圓柱的區域 我丟到太遠了 好 白白一點 好 那圓柱的部分呢 會用Element選它 然後再Auto 圈掉這裡 所以現在剩下 圓柱 丙的部分 好 那它的接縫點在我不喜歡的地方 這種造型的物件 你要不要再切一次 不用 圓柱體 直接用 圓柱 然後Z FIT一下 旋轉 嗯,還在中文輸入 那有 好 把這個Gizmo 直接轉轉轉 轉到 接縫在側面 好 接縫在側面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個區域 好 關掉 圓柱投影 可以看一下這邊 它這個綠色的線 表示UV是破掉的 所以我們要先對這裡做一次焊接 點的焊接 那就沒有破掉綠色的UV 那這個以後 這個樣子呢 才去再執行一次 RELAX 如果你沒有先焊接 你RELAX的這裡就會變成開口 好 所以這時候才能跑RELAX 好 那 跑這RELAX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想一下 嗯 因為這個地方的結構 這木頭 這木頭 這個應該是金屬 所以我可以把它分掉 好 分離掉 嗯 所以 圈道才選到 不要選物件 這樣子選 圈道才選到 那忽略背面打開 那忽略背面要關掉 這個按鈕是忽略背面 好 關掉 所以剩下這一塊 打斷 搬到旁邊放 底下還有一個 底下還有一個 打斷 搬到旁邊放 好 那 這一堆呢 再一起RELAX一次 跑久一點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應該OK了 好 那 因為位置亂七八招 先做第一次的PACK 排一下 好 再放旁邊 好 剩下錘子 好 錘子的拆法很多種 錘子的拆法很多種 先講一下 他現在把這個錘子拆成什麼樣子 PACK一下就知道 他每一片面都是一塊 每一片 都一塊 各自各自各一塊 那 用這邊看 這樣 好 這一塊一塊 這裡一塊 那你做的時候 我們有幾種處理方式 一個是 把它周圍縫起來 那就會變一個十字 好 變一個十字 因為我在四個角各切一刀 把它攤平就變一個十字 變一個十字有缺點 它很難 排UV 因為那個十字太不規則了 我們會希望全部都是矩形 當然這個樣子是OK的 不過我希望比較整理的 還是再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 我們就改成這個樣子 Edge模式 然後一樣是圈道才選到 全這裡 只有上面這裡 縫合 上面縫過來 再選這裡 再縫合 好 它就這樣一圈縫過來 再來一次 縫合 好 那 就會得到一個長條跟一片 這一片跟一個長條 這邊也做同樣的操作 這邊也做同樣的操作 好 那我把接縫都留在這個地方 好 就我縫的時候有去看一下方向 所以我接縫會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好 那這樣子再全部做 RELAX 全部一起跑PACK 它就會排得還不錯 浪費的空間其實不多 那但是排成這樣子還是有點缺點 就是它太近了 它貼太近了 所以 按一下 這個 PADDING 它就會幫你拉開 0.02的距離 也許不要那麼多 0.01就好 再PACK一下 嗯 好 那就還排得不錯 好 當然 呃 這看起來應該沒有辦法在手動作修飾 因為應該已經塞到極限 欸 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漏網之魚的樣子 啊 沒錯 這個沒有錯 能夠再調整的話 大概就是把這三根轉成直的 呃 這個塞來這裡 然後這三根也許排這邊 可能還可以再放大一點點 還可以再 整體調配一下 不過 那個花花時間 所以我們就不做到這個部分 好 完成這樣以後就可以離開 CLOPSAL 好 那 這是柄 這是錘子 呃 我通常是拿柄去attach其他人 好 全部attach 好 那PIVOT的位置沒錯 OK 然後呢 打開材質編輯器 它目前上面還是三個材質ID 上面 現在還是三個材質ID 好 就是ID是分開的 就材質還是分離的 呃 把它ID取消掉 1就好了 好 1就好了 然後 然後 呃 要不要給材質到無所謂了 因為反正 這時候就到 呃 去處理 那IDMAP 我不用算的 IDMAP 我就會開Photoshop 用甜色的 IDMAP用甜色的 好 呃 就是 因為這樣子比較就不會發生 呃 我就可以用IDMAP遮掉 這裡是石頭 這裡是金屬 這是木頭 這裡又是金屬 用IDMAP遮 那 呃 你在做的時候 將來輸出的時候 它就是一張圖 PBR 不會像剛剛給同學看到的那樣子 好 輸出三個原件的 三個PBR 貼圖 然後因為你是 有三個 這個 material 在這一個 attach在一起的物件上 所以你進Unity的時候 它其實是帶三顆材質球 那你就變成 就很麻煩 而且其實是 非常浪費空 那個貼圖空間的 因為 這個袋子其實只佔那張貼圖的一個小小角落 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是不能拿來給人家看的 就是 呃 不能給人家看你的材質是這樣做出來的 好 那這樣子完成以後 呃 喔 還沒有完 還有我的 高模還沒有整理 好 那 做完這些動作 記得做一下 Transform Toolbox Reset X-Form 好 那個UV還在 無所謂 我再把錘子detach出來 然後 把 on-high-all 把 高模錘 這個叫出來 高模的 ZB的鐵錘子 叫出來 那這一個 好 就是要來做 呃 形狀符合這個 高模的結構 所以這個模型呢 去做 TurboSmooth TurboSmooth 然後再右鍵 conven成Poly 好 這樣面數比較高 然後我就可以使用 什麼工具列 Smooth FreeFone 首先是Pick 我要雕的 要對應的東西 選到Surface Pick 那個 ZBrush的高模 距離大概設在0.2 到0.3 差不多啦 然後就可以使用 confirm指令 好 第一次啟動比較慢 好 那你要記得這個 A2Poly 一定要壓掉 轉那個 UV 轉那個 ResetFone 不然的話 你不在A2Poly 這個面板都不會出現 好 那我現在就可以用 這個功能直接 好 推 那 Shift 內圈 Ctrl 外圈 好 那 然後 反正力量就把它開大一點就好 你不要力量是0 就不會有反應 好 因為那個 按著Shift加左鍵是調力量 好 就是 按著Auto加左鍵 中間 中間 左鍵 左鍵會調 confirm的力量 有時候不小心調成0 就不會作用 你就在那邊畫半天 奇怪為什麼不會動 好 所以 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數值給它 大大小小無所謂 好 然後就要 當然大一點比較好 大一點一次推過去就到位 好 另外就是 其實這個做法還是 有一點差 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這裡最好還是使用 手動拓出一個 這個符紋 然後再跟外面的模型做 結合 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 我們就是取最快的做法 大致上就這樣完成 好 OK 那 那 Zplush的模型又可以隱藏了 這就是 我們confirm出來的 有變形的錘子 所以再拿這個 所以再拿這個attach回來 確認一下 id都是同一個 對 好 然後這個就可以輸出了 file insport insport 好 那 嗯 OK 那因為我都已經存好了 所以我就不再特別 嗯 啊 輸出一個好了 桌面 可是這裡其實已經好了 嗯 再換地方 好 先暫時放在這邊好了 好 就像這樣子輸出一個 那你要輸出 FBX或輸出OBJ 這個樣子就沒有差 如果你是要用三顆才值球的話 好 那一定要FBX 因為 呃 OBJ不帶subub 就是 那個 複合材質的資訊 你拉去 Unity的時候 不會帶那個資訊 好 那所以 呃 就是要用FBX出去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準備進行 後面的動作 所以我換一個new 讀取這個檔案 好 讀取我現在 這個是新做的這一個 嗯 2048 這邊都不用 OK 好 所以這個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貼圖就這樣 OK 好 就這個樣子 呃 好 等一下我再整併一下這張 這個 這一個 呃 FBX的資料好了 好 那這邊進來就一樣 Back Mesh Map 好 其實ID Map不用算 2048 然後去找 高模 好 那 然後這裡就只有 只剩下一個按鈕 不會再有三個按鈕 好 記得一件事 因為我沒給材質 這裡還要再先改名字 不然到時候你了 你會認不得 好 會不認得它的 就是名字會很詭異啊 OK 然後這樣子讓它算 就一次把它算完 好 ID Map 待會開Photoshop 好 自己填色 哪來用 因為我們需要ID Map當遮罩 遮掉其他的物件 好